欢迎大家来到我们Motion5的最后一节 同样是摄影机动画 首先还是来看一下课长大纲 那这一节课我们最后为大家讲解一个摄影机深拉案例 我们再来看一下深拉案例的运动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这个效果也不能够展现所有的摄影机运动效果 但是希望同学们在课下多做练习 并且我也会在以后推出Motion5的高阶课程 希望在以后能够为大家讲解更多的动效和Motion5的相关知识 好,首先我们还是来到Motion5 首先来修改项目的颜色 修改环境 好,下边我们来绘制一个句型 好,输入麦子学院四个文字 在这里对文字进行编辑 好,然后修改文字的位置和大小 好,来修改文字的样式 修改文字颜色 好,样式就选择微软雅黑 好,下边编辑句型 添加一个外框 让外框变为青色 添加摄影机 在这个地方切换至3D 下边就是对群组建立复制器 好,来对复制器进行编辑 首先是这个地方要选择3D模式 然后选择方块 好,蓝修改为1 行也修改为1 评级先不做修改 然后对它的大小进行编辑 缩小一点 然后编辑一下句型的缩放大小 好,大小也差不多了 变成了这个样子 好,我们对它进行旋转来看一下 此时复制器已经变成了一个 像麻将或是多梅诺骨牌一样的 三维立体的效果 好,下边我们再继续对 矩形进行编辑 调整它的外框宽度 好,变成这个样子 好,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在深度这里可以对 复制器的深度进行编辑 我们让它变得更深长一些 然后来编辑它的平级 让层级关系变得多一些 好,再进行旋转 旋转成现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好,再对句型的宽度稍作修改 然后下边就是要对群组一进行位置上的调整 好,属性对它的旋转也进行调整 好,下边就是对群组进行复制 把新复制的群组拖出来到最顶部 然后编辑新群组的位置 好,再做微调 新群组的Z轴也编辑为0 这里输入0 好了 好,下边就是对两个群组进行复制 选择两个群组 按下Option键拖转 就有了两个新的群组 再对新的群组进行位置上的调整 好,对 另一个群组进行位置上的调整 外轴修改为0 好,现在我们有了四个群组 那接下来继续 对群组进行复制 按下Option键 进行复制 好,再来对新的群组 进行位置上的调整和编辑 另外一个 调整它的位置 好,此时群组全部都建立完成了 我们统一调整它的外轴位置 好,来到摄影机 我们要对摄影机进行 关键帧的设立了 先打上第一个关键帧 然后我们向后走 时间轴改变为显示帧 我们来到第24帧 这里我们对外轴进行编辑 我们让摄影机有一个往里深拉的感觉 好,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让摄影机运动得有一点点快 我们重新调整关键帧的时间位置 好,来到关键帧编辑器 对摄影机的关键帧进行被CR曲线的调节 好,渲染 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摄影机此时就有了一个深拉的感觉 下面我们继续对群组进行编辑 我们来建立一个圆形 好,修改整个项目的播放时长 我们希望在摄影机深拉的过程中 同时有一个圆形的绘制动画 为圆形添加遮罩动画 选择圆形右键添加图像遮罩 好,我们再来编辑BCR曲线 这个动画和在讲解 遮罩动画中的效果是一样的 同学们能够想得起来吧 选择遮罩 遮罩圆把BCR曲线拖拽到遮罩圆 修改遮罩时长 修改BCR曲线时长 编辑控制点 来到第一针 好,把不像遮罩的混合模式改变为减 选择BCR曲线 我们来看我们想让圆形有一个这个样子的绘制过程 好,下边添加关键针 打上第一针,向后走四针 好,编辑控制点 再向后走四针 编辑控制点 编辑这个控制点 再向后走四针 编辑控制点 编辑控制点 好,再向后走四针 编辑控制点 好,圆形的绘制动画就建立完成了 修改BCR曲线和图像遮罩的时长 修改整个项目播放时长 好,渲染 我们来播放看一下 好,圆形 此时就有了绘制动画的效果 摄影机再伸进去的过程 圆形同时再被绘制出来 那么下边我还想要为圆形添加一些文字的效果 我们继续输入麦子学院 好 对它的样式和位置进行修改 好 修改麦子学院的时长 再来修改一下麦子学院文字的位置 好,下边渲染 我们再来播放看一遍 那么这个动画就是为大家讲解的 摄影机深拉动画的运动效果 那在这个里边讲解的 对于摄影机建立关键帧 也是最最基础的 只有一个Z轴变化的关键帧 那同学们也可以在课下 对摄影机多建立各种各样的关键帧 也同时可以运用我们上一节课所讲的 摄影机运动行为 来对摄影机进行编辑 那在Motion 5的基础课程中呢 我就不再为大家 继续做更多的案例和讲解了 也希望能够在以后 推出我的高阶课程 等到高阶课程的时候 我会为大家讲解 更多Motion 5的相关知识 也可以通过Motion 5 为大家制作更多的动效效果 包括动态icon 动态UI等等这样的运动规律的讲解 好同学们 那Motion 5的基础课程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在课下多做练习 也可以在同学社区留言给我 提出你的问题 我也会尽量的来为同学们进行解答 好同学们 我们以后再见吧